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 那好吧 带我们大婚后我陪你一起去 凤九 嗯 好 东华正在看书 仲林真是来报 说是接行来信说秋水毒发作 自己很难控制 求老师帮他一帮 东华听闻心中想着对孟浩的承诺 店去了 邻居前告诉仲林 不要让凤九知道 免得他多想误会 而凤九这边刚刚睡醒 摸了摸自己的小妇 想着明日就要大婚了 又开心又兴奋 自已道 小狐狸 明日过后 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幸福在一起了 你开心吗 明日是我和你夫君的大婚 倒是我也会告诉他你的到来 我想他会很开心的 清秋风俗都是大婚前一日新郎新娘不能在一处 便想着和帝君打声招呼自己先回去了 刚起来准备出门 凤九收到一封来信 上面大概内容写着东华去基恒住处与他叙旧 因要与他大婚以后 不便相见什么的 后面的凤九没有在看 整个人愣了愣 心里知道要相信帝君 可是整个人还是扔了信不自觉地跑向了基恒住处 此时众林来找凤九 看到凤九的神情不知怎么回事 回头再一看地上的信件 心中大喊 不好 基恒殿中此时东华正在为基恒用修为为基恒解读 基恒算准时间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暗暗失了法失了障眼法 而当凤九来时 看到了东华在基恒床前抱着他 不知两人说了什么 竟轻声笑了起来 可是开心 看到这里 凤九再也承受不住 头也不回地跑回了青秋 赶来堆重林看到这一幕 急忙进去找东华 东华在为基恒治疗之时 感到一股一样的法术生了出来 急忙收回自己的修为 冷冷地看着基恒 基恒 我念你是梦好之女 才对你加以照顾 而如今你却妄图用障眼法设计本君 基恒连忙跪下 帝君 我 话未说完 重林急急走了进来 帝君 东华 何事 重林看了一眼 没有开口 东华 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便离开了 出了基恒住处 重林带着焦急的口吻对东华说 帝君 刚刚殿下收到一封信件 然后就急急地赶了过来 看到了基恒公主所示的幻象 眼下已经跑走了 东华听闻 脸色一急 糟了 凤九失魂落魄回到狐狸洞中 米谷从洞中走了出来 看着凤九的神色很是疑惑 殿下 你怎么了 怎么这副神情 凤九在洞口失了一道姐姐 没什么 米谷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米谷 是 两个时辰后 东华赶到青秋湖立洞 见到米谷在洞门口 米谷 参见帝君 东华 小白可有回来 米谷 回帝君 殿下刚回来不久 现在在洞中休息 殿下说了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不想被打扰 东华看着洞门口那道姐姐 便知道这次小白看到那副幻象 并不会原谅自己 且不说那副幻象 只说自己去找基恒没让他知道 已经足以让他伤了心 更何况基恒又让他看到了那样的景象 东华 你去禀报一声 我就在洞门口等他 米谷 是 洞内米谷 殿下 帝君在门口说要见你 凤九此时喝着哲言之前酿的酒 带着些许罪意说道 不见 米谷 可是殿下 他是帝君啊 凤九 我管他是谁 不见 米谷 是 东华 怎么样 米谷 殿下说不见 东华 米谷 帝君 要不您先回去 也许这回殿下是醉了 所以说的是胡话 等他就醒了 自己就会去找您了 东华摇了摇头 这一次我知道他不会去找我 我就在这等他 米谷 是 凤九 米谷 他还在了 米谷 是 殿下 要不您出去见一见 无论什么事总要当面说才好 不是 凤九苦笑着摇了摇头 傻了那么多次 多少我是要给自己留个增严 总不能每次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不是 人家需要我我就去了 不需要我了我就被踹到一旁 我青秋女子从不是这样的人 米谷 可是殿下 我看帝君眼色不是很好 他一直站在洞门口 看起来很落寞 凤九 他从没有真正弄明白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东华 他还是不肯见我吗 米谷 是 帝君 东华 米谷 你帮我问他一句话 米谷 帝君请说 东华 在碧海苍林时 他问过我碧海苍林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为什么我不住 我和他说 我和他说我自己一个人住有些空 他当时和我说以后他会陪着我一起 这样就不会觉得空了 你帮我问问他 他说的这些话可还作数 米谷 是 米谷 殿下 凤九 怎么 米谷 帝君有一句话要我问你 当初你听帝君一个人住在碧海苍林很空 答应以后陪他一起 帝君要我问你 你说的这句话可还作数 凤九想着之前种种一切 在想到自己看到的那一幕 觉得自己可笑至极 摔了手里的酒坛 歇斯底里的喊着 所有都不作数 所有的都是骗人的 你要他离开 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让他走 米谷从凤九出生至今 从未见到凤九如此这样过 忙应了一声 退了出去 站在洞门口的东华 自然也听到了这一切 心疼他的同时自己懊恼着 凤九 米谷 米谷 是 殿下 凤九 你将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米谷 这 凤九 他看了自然会明白 米谷 是 米谷 帝君 这是殿下要我交给你的 说是你看了自然会明白 东华打开手中的信件 大意是 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十男小孩子把戏 耽误了帝君的时间 想想自己觉得幼稚至极 如今知道帝君已寻好良人 自己也不便再霸着帝后这个头衔 明日的婚宴直接取消 昨日二人同去女娲娘娘面前签下和离书 敦华紧紧赞着手中的信件未作声 只是仍旧低着头不语 痴痴地站在洞门口 旁人看不出此时他的情绪到底如何 此时天空阴霾 乌云密布 暴云马上袭来 此时的他好似毫无察觉 任由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 从头顶顺着自己的发丝 脸颊流了下来 没多久 全身都被打湿了 崇林看着忙打着雨伞走了过来 遮在了东华头顶 帝君 咱们先回去吧 东华 仲林 你先退下吧 仲林 帝君 可是你的身子 东华 去吧 仲林 是 这场雨下了两日 东华在洞口也沾了两日没有离开过 任青秋子宁们看到也不免心疼起来 凤九 米谷 米谷 殿下 凤九 他还在吗 米谷 是的 殿下 帝君还在外面 这两日从未离开 凤九 是吗 米谷 殿下 要不你就出去看看吧 这两日子迷们来来往往的也都看见了 在下面议论纷纷 凤九 米谷 我不敢踏出那一步 我怕我见了 我问了 得到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那时我又该如何 米谷 殿下 凤九 罢了 你先下去吧 东华在洞口等了两日 这两日在他看来 比他独自一人 生活了三十多万年以来过的一场煎熬 仲林 帝君 不好了 东华 怎么了 仲林 妙领要帮他了 帝君 东华身形一愣 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东华这一去 几日都没有再回来 米谷 殿下 殿下 凤九 怎么了 米谷 帝君 帝君离开了 凤九苦笑道 终是忍受不住自己离开了 这样也好 你下去吧 米谷 是 凤九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对不起 让你和娘亲受苦了 半月后 凤九收到乡里蒙消息 说是鸟落马上就要冲出姐姐 前几日帝君前来加固 可延迟不了几日 眼下帝君准备用自己的宣责同鸟落同归于尽 一同语化 凤九呆呆地看着手里的信件 不可能 一定是骗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去见